最近越野Plus一直陪伴着我 那么今天我想带着它一起去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打卡拍照还有喝个下午茶 Let's go 一上到车看到这个内饰 采用了一个双拼设的一个设计 还有一些缝线点缀着 你想想这只是10万级别的车就有这样的设计 而且你这些摸到的地方都是软包的 这个座椅我觉得包裹性还是OK的 因为这几天我一直开着越野Plus在高速或者日常的道路上行驶 坐上去至少不会觉得开了一个长途 腰酸疲憊的那种感觉 还有这个方向盘两侧按钮 有点像以前小时候打游戏机的手柄一样 不过有一点缺陷就是这个方向盘的条件只能上下不能前后 希望宝骏在之后的车型里面可以赶尽这一点 我开的这一台是越野Plus的至尊版 103800搭载着大疆的零谋自驾 它有三个功能的 第一个是几乎可以在全国高速上用的一个高速领航 就是可以根据导航自动变道还有进出闸道自动超车的这一个功能 而且你想想这台车才10万出头一点点 把这个功能放在10万级别的车里面 突然就觉得中国的车企真的太卷了 第二个就是城市无图记忆领航 像我现在设了两个路线 第一个是上班 第二个是回家的路线 只需要按键启动 走过一次 它记住了这个路线之后 你再走它就会识别到可以帮你安全导航回家 而这个记忆领航功能在城市道路上开 它会主动识别红绿灯 而且避让行人 还有自动超车 这个记忆领航我觉得是挺实用的 你想想 已经结婚生孩子有家庭的 每天都要送老婆孩子向下班上下学 那么它跟普通的导航有什么不一样呢 平时跟导航说你要去哪里 但是你导航这个地方可能导航了三四次 每一次的路线都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也不知道把你带去哪里了 但是这个记忆领航呢 你平时怎么走 最熟悉的路线它就怎么走 第三个就是自动驳车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 我是真的深游体会非常实用啊 每次回到家 我只需要一按 它就可以从一楼去到副二楼 找到一个我专属的车位 你想想 平时你把车借给朋友 或者找了个代价 回到车库 只需要按这个功能 就能找到你的车位了 是不是很省心 这里就是我忙里偷闲的地方了 平时我来到沙面 都会来到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星巴克 喝个下午茶 点杯咖啡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真的很舒服 两边都是树 而且没有什么车会经过这里 就大家都会过来打打卡拍拍照 这里的建筑呢非常的欧式风格 所以我感觉好像来到了欧洲一样 今天带心摸鱼了半天 哎 perfect 三个的金税我都学到了 还有它的打斧头 不过这个斧头呢 是为你们而打的 对这台车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留意大家车的一个购车福利啊 在活动期间入手 就有机会获得大家车 汽车模的一个车窗模 或者电卡等等的福利啊 喜欢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 记得找我们报名哦 我们不见不散